4月26日,啤梨晚報 換言之,28日是星期五、星期六 30日就是這個月的最後一天 這是星期二日 下星期一就是五日勞動節 五日應該是公眾假期 那天我們就不會有節目 會不會開人?我明天回答你 多數都會開 因為最近我都要盡量勤力清貨 雖然我的清貨不斷有些貨來 但有些貨真的要清貨 雖然今天我們開了兩個字 我也希望能夠盡早完成這個節目 昨天說盡早看著八點鐘做第六節 照計八點兩三個字都應該做完 結果都是換成八點六七個字 因為我們不督視清清楚楚 對我來說不是容易的事 等到三點鐘才開始 往往是等到三點鐘 就睡著了 那裡就大了 你不等就好好的 一等到三點鐘就睡著了 其實我現在因為年紀大了 是很容易的 譬如說很容易我睡得著了之後 因為我自從吃了零食包子之後 NMN 其實是很容易睡的 其實我甚至父親時 一兩個字就睡到兩點十一個字 起床 我也能起床 不會說爛床 今晚希望能夠早些 一刻一刻 其實那一刻一刻都差很遠 對第二天來說 嗯 好了 快點說新聞 的記者 幫我按一下藍色箭水 好 首先 今天